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生日快乐史事级加强 拉菲打造对史最强化生 良心哥艺人双神器,张梦霄起飞 回首2022年7月份 生日快乐在192连福战当中夺冠 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在不停招募老板 主指挥张梦霄的朋友圈 几乎每一天都在找大哥当中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他们终于招募到了原2020福战队的三位老板 如今拉菲的化身,赫莉的神木林 王总的武装已经全部转到了生日快乐服务器 其中拉菲打造的化身号 毫无疑问是生日快乐队史最强化身 他手中的160第一愤怒流云腰带 达到了107防御,426气血 其余五件装备分别携带了金青,罗汉,笑领 破甲和诅咒之上特技 整体属性都非常不错 拉菲的宝宝目前还在更新当中 他已经买入了1501工资的工地厅 石红法地厅和石红镜台死亡法房等宝宝 未来拉菲化身号的宝宝 将全部都是镜台和地厅 克力和王总的两个服战号 将会在他们服战首秀之后对外曝光 除了新加盟的三位老板之外 团队的物理老板梁星哥 已经买下了1900个手中的第二扇子 未来他将一个人玩两个物理号 梁星哥已经退出水坡梁山服战队 将12G镜台善恶和镜台神马司法等宝宝 全部运到了自己的物理号上 生日快乐服战队整体的宝宝质量 在近期迎来了一个质的飞跃 目前的生日快乐服战队 已经集齐了七位老板 拉菲希望再引入一位老板 这样线下聚会的时候可以多一个人喝酒 更加的热闹 如今的175服战PK当中 国标阵容非常强势 这个阵容也是生日主指挥张梦潇 非常擅长的阵容 今年下半年 当三位新老板可以打服战之后 他们将会携带2000万左右的战神 对服战冠军发起冲刺 打评论 我会在调传 hear 小姐 我不会拿走 出发了一条期视频 最后最后 是出发了一条期视频 要停止